大家好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公約 又是一款殭屍射擊手遊 那玩這種殭屍射擊手遊 你就會想到那個 20古堡 然後像是 Q版的話就是像打他特攻 上屍微城 反正就是很多 那種上屍手遊這個題材其實蠻多的 旭哥最近好像做過蠻多款 什麼 Rombie 什麼系列的反正你Google一下應該有 YouTube搜尋一下旭哥的影片應該有 就是殭屍系列應該蠻多的 旭哥也做過蠻多款 好那這個來分享一下史上最多禮包馬加上隱藏版的序號 那這邊可以拿到金色的神角可以免費拿 這蠻重要的因為這遊戲其實說真的 就是來看妹子在那邊打殭屍嘛 所以就是 甚至有點像是NIKI的那種玩法 這個NIKI有沒有 然後有這個神裝嘛 手抽然後神槍 神角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 可以培養好感度 然後輸入禮包馬 玩玩零零獎勵 線上的獎勵也蠻多的 那旭哥是建議可以無課就好 你要課金也可以 旭哥是通常都無課啦 不是通常一直都無課 無課爽玩就好 然後很多隱藏版的福利 好最爽的攻略最爽的福利還有這個 最香的妹子都在這一集 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有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對話馬 遊戲的虛寶序號 主家最新 好那麼 進入遊戲了 喪屍手遊的話 惡靈古堡啊 哪有什麼 喪屍圍城那種 很多啊太多了 喪屍手遊 然後喪屍圍城也是算蠻夯的 喪屍圍城 這射殭屍 射擊game 音樂怎麼那麼放鬆 有妹子 我們可以射妹子嗎 射妹子不知道會怎麼樣 這個是誰 不能射他 也太大了吧 看到小酷酷 妹子講英文啊 我們要繼續去戰鬥啦 跟著妹子戰鬥 那款叫什麼 突然一直想不起來 反正就是用妹子 然後一直在那邊射擊的手遊 突然想不起來叫什麼名字 等下回去複習一下 可以一直切換妹子的那一款 到底叫什麼 怎麼突然要想的時候想不起來 好這個儲值可以拿到一些資源 手出 有一個金珠 他需要一些人來課金啊 然後VIP 每日登入他這邊會有很多不同的福利 還可以拿到神角 這個有簽到獎勵之外呢 還有神角可以拿 第6天第12天第18天 24天還有30天 每6天可以都可以拿到角色的碎片 序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 最多組的李邦馬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詳細的 對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來點畫面左上角的齒輪 那齒輪點進來之後會到這個 設置的畫面 這邊你可以去設置這個 語言啊 音頻什麼 還有血腥 然後這個調整 接下來我們點畫面的 左下方有個隱私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把禮包碼這邊藏在隱私 好像跟隱私沒什麼關係 那序哥有幫大家找到把他藏在隱私這邊 點這個隱私就會看到這邊 畫面中間有這個兌換碼 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兌換碼 就是禮包碼 區保碼 序號 CDKey 然後這邊有一個幫助中心這個 這個可以去看他應該也會有一些 福利啊公告什麼 這個把禮包碼藏在這邊還蠻妙的 把他藏在隱私裡面 我們輸入這個VIP 666 這大寫的 VIP 666 在對話碼這邊輸入一下 VIP666 但確認 VIP666 試一下其他的 777 決刃 這個Loading有點久 然後 VIP888 很確認 音樂倒是蠻輕鬆 他雖然是一個殭屍手遊 把他搞得很像一個搞笑手遊 這樣 還有VIP 999 確認 他這邊呢可以 這邊輸入完 接下來他這個福利 獎一下像籤到給的就蠻不錯的 這個遊戲感覺很多妹子 他是想要學那個 尼姬是不是 想起來那個名字 尼姬 想要學尼姬是不是 不是用妹子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線上可以領的 他5分鐘就可以領金幣 之後呢還有 大量的鑽石 這個禮包福利 不然籤到 籤到是可以拿金色神角碎片 剛才有講 這個在線上就一堆鑽石啊 支援這個 還有戒指 有神裝可以領 這應該是可以提高好感度的東西 扣風 然後鑽石 鑽石可以拿來抽角色 感覺是不錯的 然後會給我們很多什麼 獎勵 就可以提高好感度了 然後還有這個神裝 這個槍枝啊 這也可以免費拿到 可以一直往下拿這樣 還不錯 然後可以開掃蕩啊什麼的 反正就是一款很輕鬆的手遊啊 也就是會讓你玩得很開心那種 看著一個妹子在那邊 射殭屍 可以拿到各種神槍啊 然後角色金色神角 可以免費拿 還不錯 好 那就分享給大家這個遊戲啊 禮包碼 隱包碼隱藏版的序號 各種最強的神裝 最強的神角 免費入手 手抽啊什麼的 好公約分享給大家 記得訂閱 序哥頻道看 序哥手工 我們下一集 公約見 好公約 喜歡 1 谢谢大家